海淘法师红发型 这里小幸福充满整个心房 毁掉所有骄傲留下慈悲的温暖 随喜拥抱分享南光的灿烂 喜乐的心是飞翔的小鸟 自由却不是方向 飞得高看得远去感受世界的美 好 喜乐的心是神奇的舞蹈 旋转出生命的美妙 用了把一起跳才能放回出力量 见到你笑 北岸的天空变得晴朗 等着你笑 幸福充满整个心房 毁掉所有骄傲留下慈悲的温暖 随喜拥抱分享南光的灿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这次传完这个界 各位玩了把这一本带回家好不好 因为你每天最好在家里念一遍石供养 那再来是平常初一十五或是你自己今天放假 你要受包吻再戒 那最好你自己念 因为这里面有短轨 你如果有时间你要念长的自己念也不会超过三十分钟 但是请翻到一百六十六页 这个短轨大概五分钟你就念完了 但是早上各位听我这样讲 就是说你那一天决定要守包吻再戒 就在你早上起床 太阳还没出来之前 你刷完牙了 你就在佛前念一遍这样就好了 要在太阳出来之前念完要守完戒 十分钟就念完了 有两个短轨 当然你念长轨也可以 我刚才说了 然后你守完了这一整天 你就保持这个正念去做事 那怕你要上班 你有家庭要煮饭 你还是要照做 当然如果你的家庭能够体谅 你说今天守包吻再戒 就煮素食 那更好了 所以我们以前就经常鼓励别人 就是说三四个人到你家受 然后你负责煮五灾 下个礼拜到你家 下个礼拜到他家 然后他们家庭才能够 大家全家都学佛 所以要互相互相就影响 那个时候你就念短的就可以 短的就不会很困难 所以你念一遍 然后175页是另外一个短轨 然后这本书的后面 还写了受八观再戒的各种的功德 怎么发愿 怎么回向 然后受这个戒 有什么样特殊的功德 都写得非常的清楚 那这样你就越来越了解 然后你就会鼓励别人来受这个戒 而且受戒的经典的根据 是什么 那这上面都写得很清楚 我们念一段好了 请翻到221页 你只要受一条戒 就有这条戒的功德利益 221页就在八观这一戒 我们念一下 受持八观摘戒的因与果 一在昆都山人齐寝经中 佛陀被问过去您是积了什么因缘 才能证得金刚圣身 拥有三十二身 像庄严等 包括无间顶像 如来答 这是因为过去是 舍离了有起祸而杀身 有降伏新的烦恼 使我不减短他人的生命 所以起祸而杀身 就是说你要去杀不是水面杀 你一定生气了 起了烦恼 所以你去杀身 你看到那个老鼠很讨厌 起了就像蚊子叮你一样 你起了这种烦恼 就把他杀掉了 你有个动机 就把他杀掉了 所以但是你能够忍 我明明可以杀 我降伏新的烦恼 然后我不去杀他 这个叫不杀身 那这样不杀身呢 那你将来就有佛陀的 金刚不坏的身体 无间顶像这个意思 第二 二 为什么佛陀的手有千伏伦香 而且修长手指发出网状的光芒 如来答 这是因为过去是舍离了有起祸 而取他人之物的利益 好 各位你手拿起来看看 长长还短短 如果你手指都短短 你可能很喜欢打麻将 很喜欢偷喔 而且你这个骨头的筋 哎呦爆爆爆 代表你这个人保证贪污的 所以你手不偷到的人 手就会比较壮严 甚至各位你回去 进美国机场还要按手印 你回去看看你十个手指头 有几个轮向 所谓轮它是右旋的轮 有些是这边右旋那边左旋 那边左旋 佛已经打了十个都是右旋的 轮向 但是佛是千伏轮向 整个手 这些手纹都是很庄严的 不像我们这样复杂的 所以因为你的手不偷到 而且懂得去帮助别人 就有这个相貌 第三 为什么佛陀有余满的五光和身体 如来打 这是因为过去是 舍离了有起或所造的邪淫 所以不邪淫的身相庄严 脸相也是庄严 第四 为什么佛陀有广常则像 胜于既美又动听 像大饭天的音乐 如来打 这是过去是舍离了 出于起或而忘语 所以念一次 来 不骗人 口才好 口才好 不骂人 不骂人 唱歌声音好听 唱歌声音好听 不说是非 不说是非 讲话别人喜欢听 讲话别人喜欢听 不讲没意义的话 不讲没意义的话 说话才会清楚 说话才会清楚 舌头要绑安全带 舌头要绑安全带 所以各位你一定要注意 因为你要念佛诵经 持咒讲佛法 那佛陀不一样 佛陀的声音不一样 它叫六十四种音 任何一个人都听佛陀的话 都听得懂 不用翻译的 佛陀不用翻译的 不用拿麦克风的 而且佛陀的话 听一遍以后 生生世世都记得 所以佛陀讲这么多的经典 就是它口业 叫语业伦的功德 所以各位 如果你要修这个 你要从今天开始 控制你讲话的方法 可生气的地方 也不要生气 所以我经常讲这个 我师父告诉我要背的 他说地上有大便 要不要去吃 没有人要吃 那你为什么用你的嘴巴 去讲别人的缺点 那不是在吃大便吗 各位把它记下来 你就要一直告诉你自己 然后你的习惯就会改了 不然有些人 很喜欢去讲老公我跟你说 这样 然后就是讲一些负面的 那千万不要 不要讲 嘴巴打开都讲正面的 都讲赞叹别人的 这个要养成那个习惯 再来第五 为什么佛陀有四十颗 铁白整齐的牙齿 并能品尝到食物最特殊美味的味道 如来答 这次过去是 舍离了阴起祸而非食食 所以嘴巴不贪吃 特别过五不食 牙齿好看 而且吃什么东西都好吃 第六 为什么佛陀身上 充满了德性的清香 如来答 这是因为过去是 舍离了阴起祸而香花曼徒生 所以你现在 不喜欢擦这些世界的香水 以后你光生下来 那个身体就很像 你不会有身体的臭味 第七 为什么 佛陀有三十二项 八十种随形好 如来答 这是因为过去是 舍离了阴起祸而歌舞和打扮装饰 所以一般女孩子很喜欢 跳舞啊 打扮得很那个啊 以后你就比较麻烦一点 怎么穿也不好看 所以 因为 尚要自己的外表 所以各位多守八王再接 久了以后 你会觉得你越来越壮严 越来越自然美 第八 为什么 佛陀享有三法座 莲花 日月轮 如来答 这是因过去世 舍离了阴起祸 而坐卧高广床桌 所以每一个佛陀 都是坐莲花 日轮月轮 然后再放佛陀在上面 所以各位就是说 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不要去睡大窗 尽量虐待自己 有人不导弹 坐在饮食上睡也可以 开始练习 所以为了要利益众生 就不要贪着现在的享受 第九 为什么佛陀有圆满 和无缺点的五官 并且让人目睹 佛陀的圣身而勇敢 欢喜悦 如来答 这是过去世 舍离了阴起祸 饮酒的缘故 久能使能放终 一时 为什么佛陀有无间顶向 如来答 这是因为过去世 拜佛时 五体头地 头汗四肢 并供养佛法身 上师 受戒师 汉方张 手拿起来摸摸头顶 尖尖的还扁扁 扁扁要忏悔一下 女生还可以把头 咚咚咚弄一个高高的 所以佛陀是高到看不见 无见顶向 因为用头顶礼啊 供养啊 第十一 可知如来的三十二项 八十种好 也是因地上修行得来 所以项好庄严 是如来果地 依报庄严之一 那请翻到两百三十五页 那我们受八万载戒 一直要祈愿回向给众生 这是我们大乘修行很重要 就是不要为自己想 不要自私 要祈愿 一直祈愿 你在报纸上 任何一个地方看到的灾难受苦 你马上要为他祈愿 而且自己发愿在修什么功德 来回向给他 就像妈妈生病 我要为他守七天八万载戒 你会这样做的 那同样的 世间的每一个灾难 都是你发愿的助缘 所以如果你能够这样回向了 那这个功德永远不会散失掉 而且每一天这个功德都在增上 一直增加两倍四倍八倍 所以用一个利益众生的菩提心 来守一天的八万载戒 然后你就天天在享受这个功德 所以站在世间法守一天的八万载戒 就可以七世升天 七世做富贵人 站在世间法 但是如果你站在这种利益众生的愿力 就像今天听我牧师这样说 来 当愿所有皆有 脱离贫穷 有吃有穿 有房子住 找到工作 独立自在 你马上要祈愿 那你就跟整个世界的所有的 街友啊 都 跟他们 结下善缘 那你的信仰会很广大 所以各位要这样子来祈愿 所以我们也念一下 来 八观灾界回向文 一 如此回向 会使我们的善罚功德与日俱增 就如同把钱存在银行 会不断完成利息一样 二 所以要有 令善罚功德不会消减 且日益增长的最好方法 即是回向 即使不能做到三轮体空的回向 也要尽力做到随愿的回向 三 因此 我们平日要积极地培养立他的心情 并且不要令于回向功德给众生 四 阅读大圣八观灾界 受词或随喜他人 持守大圣八观灾界 就能在新田中种下很大的福报种子 要是这福报能够最好的利益 我们自己和他人 我们要学习以下的回向 那现在要不是光念 念是当下的心 当你在念的时候 你真实在发愿 发愿是一种誓愿 不会改变 不会退转 这样才会产生功德 那各位一定要念习如此 比如说 你用菩提心念佛 念很久了 你这个人很特殊 这个人心情不好 身体在痛 你只要讲话 你好吗 他就好起来 因为你的口业的力量 所以各位一定要念习这个 你的眼睛要有眼睛的力量 你的眼睛多点灯 多看佛像 多看众生苦 你的眼睛看到别人 他就可以得到安定 你要开始念习这个 所以你的身体 多去帮助别人 多拜佛 你的身体别人一碰到你 他的痛苦就没有 踏到你的影子 他痛苦也没有了 所以佛要我们善用 我们这个短暂的身体 来修无量的夜宝 那最强烈的就是 你的心愿 你的心愿 所以 一个人 给人家感受到 很相信他 而且好像看到他 像阳光一样 因为你的心 心灵的力量很强 这是超越语文 超越宗教的 那各位要经常 真实的去念习 比如说 现在各位来参加八观再戒 可能今天很乖 但是平常你在家里可能抱怨 这样 然后你这个人 给人家感觉就是那个负面的感觉 这个骗不了人的 所以 那各位从今天开始 没有自私嫉妒抱怨 只有不断的祈愿 不断的祈愿 而且真心的这样发愿 妈妈妈妈 你的个性啊 你的魅力啊 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念大家真心的祈愿 要感受到他的苦 所以为他来发愿 为他来修行 这是最圆满的 来 1. 愿受身心痛苦的十方众生 因我的功德 而得如海式的快乐和喜悦 2. 愿一切众生不受害 造恶或生病 3. 愿一切众生没有恐惧 或被人欺负 心不被忧闷所压 4. 愿忙者健身 容者能丁 5. 愿因辛劳而疲乏的身体 得修习而复原 6. 愿罗者得衣 积者得食 渴者得水 和美好的饮料 7. 愿穷者转富 悲伤者得欢乐 失落者得希望 8. 愿风调与顺 浓物物丰收 9. 愿所有的药物能有效 和合理的祈求如愿 10. 愿一切病者 迅速由痛苦中解脱 不论世上有什么疾病 愿他们永不再出现 11. 愿人们想到 互相帮助 尊重一切生命 12. 愿所有众生 都能生起受持八观灾界的愿 直到他们正得菩提 13. 愿所有看到 这八观灾界真理的人 就算没有实行 也能永远不落入三恶道 更能生起菩提心 并迅速得正菩提 14. 愿众生永离三恶道 永不离真善大胜师父 15. 愿所有争执 善争和凄荒灾难 立刻平息 我们连成就所愿咒 愿三宝 能够满我们真实的愿 当然这只是个比喻15条 你可以写100条108条 因为所有世间的痛苦都成为你的愿 这是很重要的修行 来 念一下 Daya Tata Daya Tata Banzan Zaya Banzan Zaya Awa Boda Awa Boda Naya Shoha Daya Tata Banzan Zaya Banzan Zaya Awa Boda Naya Shoha Daya Tata Banzan Zaya Banzan Zaya Awa Boda Naya Shoha Naya Shoha Naya Shoha 就像各位你想到你的儿子啦 你最爱的人 你一定会一直跟他祈愿 一直跟他祈愿 但是我们现在开始修立他的心的时候 对所有不认识的人 对所有伤害你的人 你都要不断的为他祈愿 因为让你的心一直圆满 一直圆满 一直非常有力量 这是我们该修了 就像我们在念 欧玛丽变弥奉 当愿六道众生 脱离六毒烦恼 脱离六种轮回 各个都能够发菩提心 但是就一直欧玛丽变弥奉 就是念咒是有这个意思 如果没有这种利他的愿力 让你来念佛持咒 就好可惜 就像我们念阿弥陀佛 各位只要在路边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凡事让你见到的都坐在莲花 去了去了 让他们心里都能够到了极乐世界 让他们的身体在这个世间 修慈悲心 这样就不断的祈愿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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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慢一点可以 你不要一直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要去哪里阿 我要敢一万遍阿 我要敢十万遍阿 这里面一点爱都没有 一点有慈悲都没有 那对你就没有帮助 念九年脸乖乖 所以各位可以慢 但是要不断的祈愿 你在自己家里修行 不用赶时间了 没人在赶你 因为你要很慢 很慢 但是真心的祈愿 希望众生对方都好 所以各位最好在家里 能够贴的六道轮回土 每一道的苦 都为他们一念 有佛菩萨有净土 有六道轮回 就一个一个一个帮他们祈愿 然后让内心里面转化 好 一个人之所以有痛苦生病 特别生病有三种因缘 第一个 念一下 业力 第二个 冤心在主 第三个 事大不调 那这个业力 那就是我们要忏悔 得癌症 酸痛一直不好 洗肾 心脏病 等等 都不离开我们的烦恼 所造的恶业 那所谓烦恼 贪的烦恼 会造成水的病 就是肾脏啊 血液啊 糖尿病啊 这样 撑的烦恼 会造成心脏病啊 肺部的问题 肝的问题 愚痴的烦恼 会造成这种 所谓的 硬 就是骨头的问题 等等 当然 各种烦恼 所造的恶业 那我们要虔诚 忏悔 那特别我们要消灾 希望他消除 病苦的 在感情的 世界上的障碍 特别我们要超度 超度就是 希望他脱离地狱到 恶鬼到 出生道 那当然他一定有造了这个 下地狱 恶鬼到的业 所以 我们要代替他忏悔 那话又讲回来 你不可能说 我在造恶业 叫别人不要造恶业 不可能 所以你要代替你的父母主先忏悔 至少你的功课要比他好 所以他杀业重 那你不能有杀业 你才能够代替他忏悔 甚至你以不杀生 不造杀业的功德 可以回想给他 不可能一个贫穷人 可以给对方钱 因为你根本没有那个福报 所以我们一整天 不断地修福报 特别我们战云法师 战略法师 今天等于办了四五场法会 累不累啊 但是意思是说 我们没有浪费时间 我们出家的人 并不是闲闲没事干 整天功课排得满满了 从早到晚 为什么 就算有无病无苦 但是众生病苦不可思议 很痛苦的 所以意念的众生苦 我们要不断地来累积功德 忏悔业障 就像我每次人家告诉我 某人生病啊 那我要替他写牌位 写牌位 我就认为说 这个写牌位一定跟我有缘 一定做过我妈妈 做过我爸爸 不然我写不到他的牌位 所以各位 你去帮人家祝念 那这个人接受你的祝念 一定是你去保恩 不然你没办法去帮他祝念 所以 我们就要替对方忏悔 直接像是跪下来 就像替妈妈替爸爸忏悔一样 那我想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修行 你怎么说我是出家人高高在上 对一个不认识的人 你还跪下来替他忏悔 这个就是修行啊 如果你这个傲慢 自以为是 那你永远进步不了 所以学佛 对自己要有惭愧心 这个世间只要有一个众生 才受苦 都是你的错 所以要有这样子的惭愧心 才能够讲最后的菩提心 你舍弃一个父母众生 你不可能成佛 所以各位要经常这样 虐惜 所以业障要虔诚忏悔 那冤心在主呢 除了向他忏悔 那你要满足他欠他债吧 感情不快乐的人多贡花 多贡糖 缺钱的人多不失 因为你有金钱在主 那这个冤心在主 最好各位每天参加法会 都写一张牌位 昨天的跟今天的就不一样 明天还有呢 意思是说 每天每天都有不一样的 类似类似的姻缘 冤心在主会来淘宝 不可能说我今天两个冤心在主 超度完了呢 这辈子就没有了 不可能 因为只要有一个众生在受苦 都是我们的冤心在主 至少自己的要忏悔 就算你忏悔完了 还有你爸爸妈妈 你儿女的 这个都跟你有关系的 所以业力要忏悔 冤心在主要超度 那你要超度 你要不失功德给他 仿生 点灯 诵经 印经 这些都可以 包括今天 各位 我们这么精进 这么多人 在这边 发布离心 首帮王在戒 听了 这么多法师的家旨 而且大家还 慈悲不失 帮助这些街友 等等等等 那这些你要不断的观想 去回向给他们 冤情在主 第三个就是四大调整 那你要多吃素 运动 晒太阳 看医生 都可以 那这样 这个病苦才可以消除 但是如果 就算自己完全都很圆满 但是问题是众生还在受苦 所以 业 造成我们不自由 所以各位 也来自于烦恼 所以 菩萨存在的目的 列下来 烦恼无尽 识愿段 因为所有众生 之所以痛苦 众生 无边 识愿度 是因为都来自于烦恼 有烦恼就有众生 所以我们在法医院 法门无量 思愿学 最后才可以佛道无上 思愿成 所以在这一点 那每天 都要为众生而忏悔 而精进 而学习 而不离开 来成佛之道 所以就算各位 今天听了这么多法师的 慈悲的开示 每一句话都很重要 你也不要看清 这个很白话 这个没什么 但是呢 句句都是在利益众生的 当然也希望各位 学习跟人家说法 就把你了解的佛法 跟体悟的佛法 尽力的来告诉别人 可能你会觉得你口才不好 会怕 但是凡事熟能生巧 因为当你有慈悲心的时候 你就忘了这个了 慈悲无障碍 怕一个鬼你会退缩 感受到鬼的痛苦 慈悲你就忘了他是鬼 所以你只会尽力而为 所以我们现在要回想之前 我们再一次的忏悔 所以自己虔诚忏悔 所有的痛苦来自于业 业来自于贪嗔痴 所以明天我们还有一天的课程 会讲一下佛法的基本 三法印四身体八正道 最后是希望大家能够受个十善业界 也就是说 身口意随时保持在一个好的状态 不但不造十二业 进一步呢 用我们的身口意 多去造十善业 当然造十善业 如果你能够用一个慈悲心 菩提心乃至一个做的却不执着的空性 那你所造的十善业就变成成佛之音 但是至少十善业会让我们有人天福报 所以有这个人天福报 我们就可以不断的修行 所以叫十善业为三世诸佛 敬业之音 所以从一个痛苦的众生到成佛 这个过程就是什么 就是守十善业加上念佛 就这么简单 所以明天我们能够 各位有空 也带着家人来受持十善业的这种纪律 当然用菩提心来受持 所以等一下要带各位先忏悔 也替父母祖先忏悔 当然忏悔早上讲 出了四种力量 这种改过力 一指三宝力 所以决定不再犯的力量 再加上多做功德的对峙力 那在慈悲三杯水颤里面 告诉我们忏悔的七种心 那我想各位一定要很用心 第一个念一下大惭愧心 所以学佛不要骄傲 这个世间只要有一个众生 世界在受苦 都是我们的问题 乃至自己那么不圆满 佛这么圆满 会有惭愧心 大惭愧心 第二个大恐怖心 那你要怕怕因果 所以就像昨天我讲了 斑饼 一腿三十斑 所以你踢小狗一腿 你就要被打雷 所以这个因果很恐怖的 所以各位要有这种恐怖 而且刚刚战乐法师有讲 下地狱一百九十一年 做恶鬼一百七十万年 做畜生 你杀一只鸡要五百只做鸡被杀 各位这辈子吃多少了 杀多少了 所以要有这个恐怖的想法 大恐怖心 第三个 大出离心 所以我要赶快脱离业的束缚 就像各位银行贷款一千万美金 哎呀你就快自杀了 要有这个赶快把这个业偿还 忏悔掉 业力存在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忏悔 这个业和逼得我们去忏悔 因为你不忏悔 你不断的在痛 在痛 在苦 所以要这个 出离心 那如何忏悔呢 来 念佛报恩心 所以各位要多拜三十五佛 多拜八十八佛 那是佛教徒很喜欢 在过年初一到初三 拜三千佛 甚至拜到初七 拜万佛 拜到两只腿不是自己的 新的一年 然后呢 也不断的去忏悔 替众生忏悔 念佛报恩心 再来念一下冤情平等心 那从今天开始 不要太爱一个东西 太爱一个人 太恨一个人 对任何人 对任何宗教 我们都要绝对平等 因为你有不平等心 要分别心 有分别心就造业 就这个意思 所以为什么要消除我之 因为有我之就有贪嗔 是必定造业 所以各位要 经常观想自他平等 没有分别 冤心平等心 第六个 来 大悲救苦心 那要发起这种 大悲救苦的菩提心 来忏悔 所有众生的一夜 我来承担 所有我的功德布施给对方 第七个 观业性本空心 那各位要思维空性 再快乐再痛苦 它只是一个暂时存在 虚幻了 所以等一下法会完 要把这一本金刚经 送给各位 金刚经里面最重要的 就是讲这个空性 破一切相 离一切相 凡所有相 都是虚幻 离一切分别相 极见诸佛 要破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各位我们现在都倒背奴流 但是要为用 你才会达到因无所助 不会执着什么 而生起大悲普遂心 那各位要多读诵 思维抄写 《金刚经》 而且经典说 有《金刚经》在的地方 就有佛在 所以戴在身上 哎呀刀枪不露啊 有《金刚经》在 就可以礼拜 十方诸佛 所以《金刚经》不分 汉传佛教 藏传佛教 都非常重视 跟《新经》一样 所以各位要读诵 抄写 思维 立以拜 实修 所以特别把它映成这样 各位每天就念一遍 特别《金刚经》功德力太大 福报太大 能够念四季句 讲给人家听 恒河沙黄金珠宝 这种布施的功德 都超不了 讲一句 读一句《金刚经》的功德 所以 那希望各位能够 来了解空性 所以所谓空性是佛法者 非佛法名为佛法 你不能执着任何一个法 所以万法都是虚幻的存在 只是一个方便工具而已 你觉得这个对那个错 那都是虚幻 所以观罪性本空 所以虽然我们 你不能说 师父我这辈子八观才戒 一整辈子 然后又吃素 我怎么还会得癌症 我告诉你 我认识的老子上 没有一个不得癌症走了 但是 我看到他们那种平静 那种平静 我很烦恼 像我施工 每次我去看他们 哎 海淘 施工一点都不痛 你不用烦恼 只是会瘦而已 我现在要在我往生之前 念完大不日经 哎呀 希望我能够 征伐普利心往生净土 他就真是如此 虽然他肉体在败坏 这个叫修行 修行的肉体 每个人都要承受 这个世间的贡业 那他的心 就像十六四大宝法王 他是往生在美国 他那个所有身上的器官 癌症都在他身上 但是他现在如此的平静 在最后往生前 请医生给他抽个血 他希望用他的血 来做甘露丸 供养大家 就医生说 你这个全身都烂掉了 这血有什么好用呢 结果一抽出来 一检查 最干净的血 这叫修行嘛 所以现在这个血甘露 不得了了 哎呦 我到香港去 他们给我说 哎 海淘法师你要不要 好啊 给我 他说 No 十六万五千块人民币 小小一颗 大家抢 所以 当然了 我身上有几颗了 如果你要癌症来找我 所以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就算这个肉体有这个业 但是 这是你必须要承受的 但是呢 你要有这种智慧 乃至功德力去超越它的痛苦 不可思议 所以 我今天绝对不会跟你说 你修行就不会生病 这是病还是病 生老病死是必然的 但是 有修行的心态 甚至有空性 有慈悲的资良 你不会把苦来磨 你可以超越它 所以 就叫 观罪性本空心 所以这七种心 各位 最好把三昧水灿拿来拜 把梁皇宝灿拿来拜 这个非常重要 你千万不要说 我念一个忏悔咒就好了 其他我不用拜 你列上来的时候 你还真痛哭流涕 所以悟达国师 已经修到国师了 对不对 这个人面昌一生下来 那种痛楚无法形容 所以玄奘法师像佛一样 要死之前那种痛苦 没办法形容 但是诸佛菩萨慈悲 就是你这一辈子的精进 累世的业障 重业轻薄 这样而已 来给他一种 信心不要退转 释迦牟尼佛已经修到成佛了 他全家所爱的家族都被杀光 想起来都恐怖 所以各位 你千万不要再吃鱼了 不要开玩笑了 抓鱼的人 被活活溺死 切鱼的那些所有女生 手脚都被切断 吃鱼的人全部杀掉 加逼罗未主 佛陀的家族 连吃也没有吃 抓也没抓 光比一下 鱼可能快死了 那叫佛陀 三天头痛的快要裂掉 比而已 所以各位 你到超市 不要在那边比来比去 这个夜暴 你要真相信 不要怀疑 上回有一个居士问我 师父痴疮流血流不止怎么办 我说你是不是喜欢吃鸡蛋 对啊 他说跟他有什么关系 母鸡生蛋多苦啊 这个是自然的果报而已啊 一个人生一个小孩苦得要命 那母鸡每天生蛋 他每天都在痛苦 没有办法形容的痛苦 我们救了很多 要被撵成肉酱的 这些母鸡 一只才一块钱美金 很可怜 一块钱美金 还叫我们自己去债 他懒得载他咧 我们就给他救回来 那这个母鸡才几岁 一岁半就要被淘汰了 他可以活到十五岁呢 还是少女呢 但是他生蛋的量太少了 那就是全部杀掉 屠杀 这个杀掉碾成肉酱 马上又做成鸡的饲料 再给母鸡吃 你看可不可以 所以我们只能 你要救多少都没问题 问题是要有地点很难 所以每次我们弄一个机缘 马上排队 师傅我要放两千枝 我说放在你家 放两千枝 我们才养五千枝 你一下一天就满了 那个协会打电话 那个协会 听说又有一个养鸡场了 一只才一块 那个烟吞 烟吞 一块钱 可以放十五支 烟吞 你看 钱不是问题啊 场地的问题 谁要照顾 就是这个意思 养饲料 这个太慈悲了 所以 那时候我只能说 各位要 要深信因果 所以在背 大惭愧心 大恐怖心 大粗离心 念佛报恩心 冤心平等心 大悲救苦心 大悲救苦心 观业性本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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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各位要背下来 背下来思维 把这个心 放在你心上 你有没有按照这样 在修行 这个叫实修 不能说 只要听一听 然后就放下了 今天各位是在听太多了 但是没办法嘛 我一年才来一次 而且要勾引各位来受报关在一起 很困难的 昨天还先修前行 一直勾引 就像我勾引我妈妈 勾引我祖母一样 勾引老半天 用尽各种方法 所以 但是各位终于愿意来 你一定累世祝货 我几世的妈妈爸爸 我才有这个机会来报恩 再请上我们 占颜法师 占乐法师在旁边加油啊 想尽办法 还有我们 克祖喇嘛 更努力 他带了七百个小喇嘛 在修行 在帮助他们 接下来这边 因为我清静感情人不切 他中文非常的好 我不敢再叫他讲了 各位会翻脸了 又没有晚饭吃 你看修行多好 不用吃晚饭 你看时间又做少了 不用浪费时间 也不用煮 也不用吃 也不用吃饱 绕来绕去 肚子撑着 何必当初呢 就像我讲一个故事好了 他说有一只兔子饿得要吃 底下有一个葡萄园 哇 他就砰 钻进去 吃了一个月 后来人家踩葡萄的药来 哇 他跑不出来 太胖了 只好三天饿肚子 不然 就会被杀掉 这就是白忙一场 何必吃饱饱 再来绕我圈子呢 再来减肥呢 所以各位晚上喝杯水 等一下一人拿一瓶 这就是你的晚餐 宵夜这样的干露水啊 喝了还拉肚子 为什么 清肠 所以省了多少时间 哪里没时间 你可以花两三个钟头 做独安一部地上经 思维进上经 做了很多善事 做了好几场阉供 对不对 帮助多少老人 等等 所以意思是说 像今天八万在街才过了一半 现在六点半 到明天六点半 还十二个钟头了 所以这才过一半了 所以修行好不好啊 一天就可以圆满好几辈子的功德 所以七世升天 一天八万在街 终品终生 极乐世界 都花得来了 终品终生 受五戒呢 终品上身极乐世界 各位今天有没有受五戒啊 你往生以后 马上往生净土 手一扳开 你就看到佛正的阿罗汉 最快正阿罗汉的方法 终品上身 就快速正阿罗汉 如果你能够发菩提心 就能够上品往生了 所以很多阿罗汉 都在极乐世界 不敢来 因为阿罗汉 正的阿罗汉 并不是消灭的 很多人认为说 正阿罗汉 生命就完全没有了 不是 正阿罗汉 是内心保持 但是你阿罗汉 能够入定七天 一出定 他又在这个世间 就像目见人 做阿罗汉 要被火火打死啊 所以阿罗汉 都跑到净土了 然后当然 释迦牟尼佛 就一直一直 劝他们 发菩提心 看能不能到上品 转为菩萨道 而不是阿罗汉 就消失了 阿罗汉是方便说 针对印度 修苦行外道 焰离这个世间的轮回 佛陀先这样子说吧 但是后台讲 《访华经》 唯有一称佛教 众生都可以成佛的 这才是究竟缘 那成佛干嘛 成佛就开始轮回了 轮回就是你的净土了 成佛以后 你可以下地狱 二轨道 你可以在人间 轮回百千万事 做国王做妓女 但是你就利用这些 直至所有六道众生 都脱离轮回 你的轮回才停止 因为这个叫成佛的意思 就像你成为一个医学博士 医学博士干嘛 去医病的医到你死了 因为你的任务 就不断不断不断的 去帮助众生 然后不是死了就算了 马上又乘孕再来 就不断的轮回 因为你成佛了嘛 所以成佛不是目的 救众生才是目的 成佛是一个方法 这一点我们了解 所以等一下我们 要来忏悔跟发愿 讲功德最大 然后再把这个功德 回向现实者 回向往生者 来圆满我们今天的功德 不过我实在 不愿意放各位回家 你回去一定会造业的 不小心还吃了面包 吃了桌上 马上就造业 所以我经常接到电话 师傅 干嘛 我回来吃的东西怎么办 怎么办 我不是交代了吗 没办法忘记了 所以好累啊 坐了一整天 回到床就坐下去 你就造业了 床您坐都不行 不能坐卧高广大床 今天回去你老公看到你 今天怎么这么漂亮 牵你一个手你就完了 破戒了 破戒了 然后呢 你儿子又跟你啰嗦 那你又起烦恼了 所以各位家庭恐怖恐怖啊 所以家叫逼破束缚恐怖 所以我们才要出家 所以当然 所以各位你要保持正念 所以今天晚上回去 找一个房间 锁起来 不要吵我 到明天六点半 自动舍戒 因为家 所以叫家 甚至就是种种 恶元聚会很难修行 所以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 还不如五卓二世修一天的功德 因为五卓二世很多的困扰烦恼 你还能够保持正念 最难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等一下各位要入危险的地方了 所以你要小心啊 要保持正念 你要说我回去度助生 这样 回向给他们 要这样去思维 所以等一下会带各位前程一起忏悔 好不好 忏悔就是说父亲在这边 妈妈在这边 累世妈妈 累世爸爸 前面这冤心在主要杀你 要你得癌症的冤心在主在你前面 你不全身跟他忏悔 他不原谅你 所以各位这种冤心在主很难缠的 特别是感情在 所以我前一阵子 就是我们颜秀莹 他在跟我们聊天的时候 突然他的重要人打电 他心生自杀了 我们一查 这么年轻 原来有个情在在主叫他去上吊 所以各位这个世间很恐怖的 很恐怖的 所以各位要有这个 贤臣向他们忏悔 不然他会破坏你的修行 你越想要修行他也要破坏你 杀业的在主 偷盗业的在主 感情业的在主 你讲也讲不完 所以忏悔完以后 那进一步要发怨 众生无边实验度 所以大家要跟我背一次来 往昔所造主二叶 你要观想他都来了 皆由无死贪嗔痴 哎呀都是我对不起你们 我的贪嗔痴 怎么造二叶 从身口义之所生 从身与义之所生 今对佛前求忏悔 第二变是一切罪障皆忏悔 第三变是一切罪根 根就是还没有发作了 脏就是现在已经来了 一切罪障 根就是还在里面 你连这个根 累世累世 我们造了多少的罪也不知道 所以那各位呢 要把这个忏悔记背下来 等下发课送本给各位 如果你不会背 然后呢 叫忏悔三变 忏悔完以后发愿 因为我不再这样贪嗔之造而已 我要把你当作未来佛 我也要为你成佛 众生无边是愿度 烦恼无尽是愿断 法门物量是愿血 佛道路上是愿成 各位这个一定要背 这个是佛教的根本 发心的根本 由四身体转为四虹是愿 所以每天要吃饭都要念这个 为什么要吃饭 为了度众生 不是为了好不好吃 众生无边是愿度 而去断恶修缮度众生 所以等一下我们要这样 忏悔完 忏悔完以后来回向 这样功德跟愿吧 好不好 我很真希望 你一忏悔完 一发愿一回向 回去身体觉得很舒服 心情很好 超度了 你会觉得整个都改变了 身心都改变了 所以我帮了很多人 特别我自己的哥哥 我哥哥呢连续七次癌症 我都带他发愿 他就问他喜欢吃肉这样 不能吃肉就吃肉松 这样 马上就发作 但是马上就叫他忏悔 发愿 他马上指数的掉到零 真的是不可思议 所以 但是他到现在还是说很压抑 这样 他很想吃 所以 但是好在他有个和尚弟弟 但是这个年轻寨主太恐怖了 让他苦到不知道怎么办 好 打开生命电视台 就是打开您的心 打开您的心 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 呈现出来 把爱 慈悲 平等 清净的智慧 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 打开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 互持生命电视台 互持帐号 1996-5232 1996-5232 互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是 那一天 描述 优优独特 在祖师大德一直强调 让你意念的 你非常虔诚 有信心 代表佛的上师或师父的时候 生起这个心在意念的时候 超过你意念跟供养 所有佛菩萨的功德 为什么 因为信心 我想打开信心是最重要的 在各位的心中 一定要有一尊佛菩萨 或是有一个形象 代表佛 然后你看他 对他生起信心 有这个信心来念诵的时候 然后你要把这个信心转到众生 所以所有的众生都是我心中的上师 都是我心中的佛 要这样来看 所以那个时候你内心就非常感动 非常感动 就像母子相遇 你看到对方都像看到自己的母亲 看到心中 各位 你念一四人的阿弥陀佛 当一天让你看到阿弥陀佛 你会感动 你的口 你会一直在那边拜 因为你真实看到阿弥陀佛 同样的 修行大乘佛教就是一个重点 当你把每一个众生都看到他 好像看到阿弥陀佛的时候 看到他都像看到噶摩巴的时候 那种感动莫名 非常激动 虽然你跟他相处只有三分钟 但是你会用最大的 最大的这种爱跟关怀来帮助他 就像一对老夫老妻 哎呀 五十年分开了 一对父子母子 然后现在只有见面两分钟 要把他拉开了 那一种强烈的 希望对方离苦 那我想我们修学大乘佛教 就是要抓到这样子的一个感受 这个很重要 千万我们也不能一直在仪轨上 我念得很熟啊 我法器打得很好啊 我唱得很好啊 那这个时候如果失去了 失去了这个感受的悲心 那这些反而会害你 会骄傲 所以还不如一个老菩萨 我修我什么都不败 我只要念阿弥陀佛 所以我看到你都要念阿弥陀佛 我们大家都要拜 这些咖啥咖啥都是我的阿弥陀佛 我对他们很尊敬 这个就是佛菩萨 我曾经碰过几个这样子的老人 真是如此 真是如此 所以那个时候 我本来要去读佛学院了 碰到这几个老人以后 我心态有点改变 哎 到底我们在学什么 知识上的东西 我想本来会读书的人很容易 但是那种感受 就不太容易了 老实讲 我个人是因为我碰到噶玛巴以后 又找回这个感受 我才知道 哦 要修什么 然后噶玛巴也告诉我这个道理 每一个人都是你心中的噶玛巴才对 因为虽然你叫我噶玛巴 我也叫你噶玛巴 希望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佛 别人给我一个名字 那是一个责任 我必须延续立在噶玛巴的一个责任 我要强迫我自己学习 但是对他来讲 哎呀 从内心里面去尊敬任何一个人 去关心任何一个人 去安排他们的吃喝住 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讲各位如果 虽然你很会修行 但是你要变成一个 很会服务别人的人 虽然我们嘴巴念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 念甘马巴都可以 目的就是要找回那个感受 这个悲心 有这个悲心的感受 对方也感动了 这个鬼就超度了 那个冤心在主 就笑冤姐姐了 就叫慈悲无障碍 法力不失忆 七力便十方 普世周沙界 大悲仆富这个世界 所以我讲我们 你什么仪轨都好 法无高下 你千万不要说 哦 命中比较好 哦 念阿弥陀佛 没有的 一样的 任何一个法 法无高下 重点是你的发心 大悲仆富这个世界 你有这个动机 你有这个发心 你富完 世界不遥远 慈悲爱相连 菩萨行者 生命地势台 尽快 你并非 你并非